我們趕快來關心歐美股市最新的收盤行情 先一起來看到美股 道瓊工業指數上漲 上漲三十六點一二 最後說在三萬零七百二十三點 納斯達克指數下跌二點二三 最後說在一萬三千六百一十點 費城半導體指數下跌六十四點四五 最後說在兩千九百八十二點 歐股的部分 英國金融時報指數下跌八點八三 最後說在六千五百零七點 德國法蘭克普指數上漲九十八點四七 最後說在一萬三千九百三十三點 巴黎最上工會指數下跌零點零六 最後說在五千五百六十三點 國際金價跟油價的部分 金價上漲1.29元 最後說在一千八百三十四點七塊 油價的部分上漲1.04元 最後說在五十五點八元